我記得校寶的主題是50年不必 太久了,打算一段時間,25年 全世界都有電話,這個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關於約定故事 而這個故事其實是一天發生的故事 在說他們三個人去食飯現場之前那幾個小時發生的事 喂! 什麼事? 通過這個進會,方便下了一些關於他們人生的重要決定 去寫這場飯局的時候,我進一部的詩是 時當流轉,天變地變日能 要做多少的改變,才能夠守護此情不便呢? 這三個是因為不同的際遇,而面對改變有不同的態度 而每一種態度沒有說是絕對的,沒有說是絕對的 面對周圍的轉變,而自己究竟要怎麼變 或者是變還是不變,這個就是 整個全世界都有電話,我自己最大的創作感受 或者感慨 其實你是多大呢? 23 我們拿著電話,跟一個陌生的人通話或者通訊 你總是會對那邊的人,即使他是陌生 你會有一些想法 而隨著,如果你有機會,你跟他越講越多的時候 你是會掌握到越多資料 你對那個人的想像會越清楚 很早很早,我們就已經打算用閉鷹 其實我們想做一個 contrast 你哄他買相傳死角給少女來做 那才會有這個效果 其實我也想把所有關於我們和手提電話之間的關係 都放在那裡 手動運動就是其中一種神的東西 喂,你也是啊,一起做吧 你看看,像整枱手機一樣 Come on,一起做 其實這個動作很簡單 我想我要在這裡說,這個動作是真的 是真的用你的手機 是真的用力 單手握得很緊 而他就反過來,放鬆 那我希望大家也去試一下 如果大家拿手機拿出來 是真的,要不再試一下 如果不知道,你看看,看 我沒有掉到處 要是真的 所以,你是不是 那是真的 你已經砍完